被害人妻子前往内湖分局报案 指称丈夫在内湖的生计公司 遭到员工限制自由并且殴打成伤 内湖派出所远警立即前往现场 发现黄姓负责人遭控制在公司会议室 身体有多处擦挫伤 发现黄南遭限制于公司会议室内 身体多处擦挫伤 本分局远警立即逮捕 上流在现场带头知识之孙姓险犯 根据了解 10名派遣员工因为与公司有薪资纠纷 又与负责人谈判破裂 疑似将负责人限制行动 双方因此爆发冲突 警方获报后掌握所有涉案嫌犯身份 将10名员工依妨碍自由以及伤害等罪嫌 移送适临地前主政办 接着长话长报道